三 二 一 我的吉摩十五周年配色海斗士共鸣了 哈喽小伙伴大家好 今天是非常的激动啊 因为我的吉摩十五周年配色车田正美 老是都直呼懂我的海斗士们共鸣了 我们可以看到每一款海斗士都是非常非常的帅啊 散发着幽兰的神秘光辉 首先海黄博塞洞这一款出场的时候还是蛮惊艳的 因为毕竟延续了万代的一个配色嘛 但是呢在整体的细节啊组合度啊 包括圣衣还有头发的组合度来说 都有点不尽如人意啊 可能会被隔壁的星辰拿捏的死死的 到了第二款海魔女苏兰特 因为当时海魔女还是海景房嘛 所以大家对她的关注度也非常的高 星辰的那一款做的也是非常的不错啊 然后整体的效果还是可以的 比之前的海黄要进步了一些 接下来到了第三款的海龙座加龙 她的面雕做的相对来说比较烂一些 比如说这个非洲王子般的肤色 加上这个蓝色的大黑眉毛 整体来说不如之前两款来的惊艳一些了啊 然后到了第三款海黄紫克修拉之后 整体的改观就一下子得到了非常大的提升 全新的素体 然后圣衣的组合度也变好了 然后整个素体的一个组合可动 都得到一个非常大的提升 当然缺点是有的 比如说小腿的甲克都不够紧实 不过接下来到了海马拜安 芥末甚至没有再打开过自己万代的模型啊 完完全全的可以做到平替 从素体到圣衣到组合度都非常的完美 面雕也非常非常的精致了 再到了下一款魔鬼鱼艾尔扎克就延续了之前拜安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总体的体现 甚至包括像是翅膀这种比较容易变得比较松的塑料件也非常的紧实 这非常的不错 然后也开启了极模的一个超强输出模式啊 说到超强输出模式 99元的六升兽医药 哇 真的是一个把星辰后来按在地上摩擦的一个角色了 然后他整体的做工啊 水平啊 简直就是299般的一个质感 然后也没有任何需要大家去改造的地方 到了最后的海怪卡萨 又是一个全新的素体 全新开模的圣衣 整体感觉都非常非常的好啊 可以看到两年多的时间 作为一款国产生意书啊 品牌来说共鸣了 所有的海将军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也算是给玩家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承诺 我希望未来没有这个收集完整的小伙伴呢 可以等到他的再版 再版的时候可以把一些面雕方面的问题 素体的问题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啊 最好就你XMEDAL素体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进行为大家分享了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做一个 一键三连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